有请吴部长 政委你好 部长好 最近台大的土地争议 引起社会一些大家都纷纷议论 在台北拥有123公顷的 这个校地的台湾大学 仅至于台北科技大学 是第二土地多的 最多的是台北科技大学 134公顷 但现在台大高喊说校地不够 要把位置到台北市新一炉 还有绍兴街口的绍兴社区的居民赶走 然后收回台大来管理 这就是国有土地 作为校地之用 台大的做法 就是花300多万块钱的经费 请律师向法院来提告 发文给现在所有的住户 136户的居民 要求他们在两个业内 拆迁 并且赔赏近五年来的 占用的不当的得利 平均一付大业要七十万元 完全不予祝福 这个协调沟通 马上就用依法行政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事后我知道 事前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案也是 依据财政部的要求 要强化国有财政管理应用效益 协调这么多 这个一件事 就是现在爆发出来 总务师知道 我们总务师知道 那个绍兴社区的居民 大都是民国38年 随政府来台的 那个撤退时候来台的 就是在这里落户的 大概就是那些 所谓的老农民 没有分到建设的 低阶的军人在此乐际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还有80几岁的老农民 和他建属住在这里 一户大概五坪到七坪 这就是所谓散机的农民 大家都知道 建村农民 那个军舰退下来 有建村嘛 那是有分道的 然后现在建村改宪了 他们也有分道建村新的嘛 但是有一样是当兵 但是那时候的情形 所以他们没有分道 散机的 而且阶级比较低的 所以他们也是蛮可怜的 然后呢 他们落脚 当时那个地方一定是很偏僻嘛 没有人要嘛 所以他那边在那边做维建 那现在老了 他就靠着资源回收来维持 现在台大就发文给这些的住宿 包括已经过世的农民他也发 还有刚出生的 也算是被告哦 你知道吗 你认同台大这样的做法吗 台大是依财政部要求啦 对啦 要依法排除 那么这个排除的占有率呢 必须每年达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台大也有他的苦衷啦 当然使用的方式是可以再怎么样跟人性化一点 是 这台湾大协啊 前天在几半这个83年校庆的时候啊 这个学校 那个校长啊 在上台致辞的时候 台大协生联盟 30多位协生突然冲出座位 高喊 台大推土机 机民去哪里 冷血台大 别猜我家的口号 抗议校方以诉讼手段来 要求涉心涉气的这个居民啊 拆屋来赔赏 这台湾 台大那个有个学研究生叫做林彦彤 他通知说 台大这个 先生 台大啊 他先称要履行公民的责任 独立的思想 人文的关怀 却用粗暴的手段来威胁居民 台大自此之中 从未走入涉心涉气 以居民这个相对的来协商 来提出安置的办法 那直接呢 依法行政 也没有提出具体要规划 这个已经要收回来 有具体规划出来 也还没有 这些学生当然当场被警卫赶出去嘛 对不对 台大的学生 对这些学生有给他什么处分没有 现在 应该不会吧 不会啊 应该是做辅导 据我本席小资啊 最近几个月来 居民啊 就四处向政府啊 还有各地承警 那个得到结果就是尊重台大的那个意愿嘛 答复嘛 请问部长 教育部有没有收到这个 陈琴 有关这方面 没有 教育部并没有 因为教育部不是主管机关 是有各大学自主 那基民 这个基民也是蛮老实的 只是在下面 真的也没办法 不知道到这个 那个教育部去陈琴 也不知道到立法院找 像蒋乃馨委员 这样子 这个会出来帮他讲 都不知道 这个也是蛮老实的 所以老农民啊 就是很可怜 那马总统执政以后 一直对蓝军的写民批评 刻意的 那个拉拢这个胜利的写民 反而对这个死忠的 这个支持他的 那个蓝军的民众 还有外选的族群 不理不睬 现在你这样一步 讲不好听 又放任台大去 压迫这个六七十年的 这个绍兴亲民的流露街头 台大是一把族群的 我知道啊 我觉得肯定会造成 社会上很大的政治恐怕 那处理的方式可以看怎么跟柔性 互相 对我是觉得教育部部长你讲对 柔性的 就像我们民意代表处理 知道这个不对 但是呢 他既然有居住在这里 想办法怎样安置他 更难协制他 尤其现在老农民 还有农民之家安置嘛 安置嘛 就像我们家自己家乡 我那边家乡有一个地方 要盖虫化的那个 那些老农民 我就请他们到各农家去看看 觉得不错 他们就搬过去 所以这些事情没有做 然后这样子会觉得 人心会难过嘛 尤其这老农民为国为党 这个牺牲奋斗 那么多年到这个年纪还没有照顾他 真的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教育部 你是不是应该积极的介入 求得一个双赢的结果 当然依法行政 我是觉得要依法行政 但是刚才讲要比较软性的去 让他体贴到政府有政府的困难 还有政府也是很关心他的 最主要的 要把它安置好嘛 这些老农民安置的方式很多嘛 对对 谢谢郑委员这样的一个慈悲 你一定要去做 对对这些学生啊 我觉得有时候是学生嘛 现在学生都很有正义感嘛 但是他的表达方式 就是不应该在那个83年的自己的家里 开校庆的时候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校长来很不高兴 说五大不尊重 对不对 我看到那校长也很难过 也很失望 然后他也说不会处分 但是自己的学生 自己的鞋子 有这个行为的话 更应该积极的去怎样用爱心 还有教导的方式呢 加重这方面的教育啊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嘛 对不对 所以跟台大 既然发生这个事 一定会将来会 这个一直会有 类似的事情出现 所以要怎样用爱心 尤其这个学生和学校就是一体的嘛 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嘛 对不对 沟通好的话 双赢嘛 我刚刚讲 所以荣民要交代 学校校店也拿到 那学生也觉得 学校也不错 对不对 郑委员这个建议非常好 要去 创造双赢三赢 还有啊 高中职免试入学 在明年四月就要登场了嘛 对不对 下一步规定说 免试名额占 招生总额的比例 公立高中的话 三十到五十五 公立高值的话 四十到七十 私立高中值则是四十到一百 若有特殊的状况 得降低比例 并报教育部核定 把所有公立学校免试的名额 加总必须达到百分之三十的门槛 对不对 这个政策是不会 会不会变 应该不会 不会变嘛 各个考区都已经做了一些 目前啊 台北 比如说建国中协 北印尼成功 这个还有四大附中等等 明星的那个高中啊 仅提供百分之十二 的免试入学啊 已经被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打回票说 要重新来核定 这个比例 至少要百分之十五 才能够过关啊 有的校长就很忧心哦 学生成绩较差的 跑到像明星来学校 落差很大 对不对 这些学校的遗例 你有什么看法 学校遗例是不必要啦 事实上一个学校好 不是靠入学进来的程度在决定 学生的好坏有多元的一个智慧的观念 不是只有治愈 不是只有数理好 才是好学生 是没有关系啊 像这些啊 你要去跟那个学校的校长讲一下 尤其那明星高中 他成绩不好的进来 他就非常的担心了 那我们今天行的行政院版本 高中指 那个高级中学教育法 法案第36条规定说 高级中学学校办理免试入学 应由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 免考入学测试 且不得参采国民中学学生 学习领域的评量 申请免试入学的人数 未超过各该主管机关核定的名额的时候呢 全部入学 超过的呢 依照直辖县市主管机关 会商就学期的各主管机关呢 订定并报中央主管机关 备查的那个方式来办理 换一句话说 在实施12年国教以后 原则上全部都免试 对不对 12年国教 那现在啊 我们只要求啊 这个学校提供15%的 这个入学的名额啊 他们就敌死不从的样子 你三年后要如何来实施 说前面入学呢 那我是在怀疑啊 现在是先导棋啦 那先导棋之后 慢慢大家会有共识 组件会形成 到103年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 这种共识 可以吗 有信心吗 我们也会努力 会努力哦 当然地方有应力 自已啦 有少是几个学校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困难 现实会去协助 来沟通 那宏伟员今天在12年 推动国教条理第12条 也有修了 最重要的呢 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人数的十分之一 那个 112年之后 不得超过这个 应届毕业生的十分之一 其统计规划 由这个中央 就是说 要保留啊 10%到20%的比例 可以用考试才能入学的 你对他版本有什么意见 当然考试入学 他要保留哦 有意见吗 就103年以后 他的版本可以 可以说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的是以后全部都免试嘛 对不对 特色招生本来就会保留有考试了 没有意见吗 考试不一定是只有考数理 考这些学科 他有些是数科的考试 当然我们这些啊 等一下可以 都可以讨论 都可以讨论 但是他有提出来 就不一样的版本 那我们要针对这个版本 可行还不可行 是不是要保留 我们可以再讨论 对对 因为第一次看到 另外有一条新闻 是由您的服务委科技大学学生 为童节庆生的时候 当天的寿星 把当天的寿星 双手来绑住 然后用腊油 这个滴在他的身上 还滴在他的鼻孔上 要模仿电影 曼卡那个青少年动用私刑 那封死对方的口鼻的情节 但是你要知道吗 在电影中啊 是意外被霸凌的那个青少年 是自己死亡 所以说 对于这种方式来庆生 你认为合适吗 不合适 不合适嘛 不应该这样 现在的学生很容易从电影 电视啊 或者其他的那个 那个媒体的接触啊 许多不适合的游戏啊 甚至已经到违法的行为了 如果起而孝之 很可能发生遗憾终身的事情 都会发生了 要如何建立这个正确的观念啊 部长 我觉得学生应该有智慧判断 有些危险动作不以模仿 尤其我们知道霸凌 这是你对学生的那种想法 但是我们要如何的 来让他这个正确的观念啊 相心比心嘛 如果我是这样被人家整 你会不会快乐 会不会很痛苦 但是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想法 相心比心想要把它传达下去 才是最重要 因为部长的想法是成熟的 很好的想法 学生不一定啊 所以要怎样把这个 那个正确的观念啊 灌输到学生 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都是因为想要好玩 刺激 结果就造成遗憾的事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很注意的 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 像以前说拼高粱 结果喝了半罐死掉了 这个就是事后获莫及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要怎样先达下去 以防外 谢谢 再先道 谢谢